我們是不是就請伊甸的夥伴協助我們引導 那我們就請王斗還有我們的特別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一次其實自己應該算是從去年開始吧 因為去年我跟小熊的媽媽其實應該說小熊的媽媽是我老婆的同學 那去年的時候就是有一天就是我們回高雄 那他也來我家就是來就是想說 同學嘛很久沒有碰見沒有碰到了 那想說就是越來越來吃就是吃個飯啊聊天一下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樣子就覺得就是一開始沒有注意到 那其實看到小熊好可愛喔 那就想要跟他玩 然後才後來才知道說聽到小熊的媽媽才跟我講說就是他有一點這個症狀這樣子 那自己就有點嚇到就是想說怎麼會是 有一點看不太出來他怎麼會去發現這樣子 那因為當時跟他玩也玩得滿開心的這樣子 那因為他其實是大我兒子其實也大30歲左右 那覺得就是因為透過這一次這樣子的方式 那讓自己就覺得說 因為早期自己知道到只有早產的這一部分 那只是覺得沒有發現說原來這一塊比早產 就是類似的東西只是 因為接住一天之後讓我覺得說就是 原來就是還有更多更多的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那以往台灣的一個怎麼講就是大家想法吧 可能就是因為覺得就是應該說不想要承認 或者是不想要去認為說自己的小孩子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覺得如果提早發現真的可以提早治癒 那希望接觸完之後覺得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希望能夠呼籲大家來更注目就是關注一下這一塊 那希望能夠幫助更多更多的小朋友 讓他們有更多的資源更多的幫助 那希望大家的幫助這樣子謝謝 我 謝謝